哈囉大家好我是蒟若 這次要來跟大家分享 蒟若到底是怎麼學英文的 不過在開始之前有一件很殘酷的事實要告訴大家 就是真的不是每一個人都適合學語言 就跟教英吃如何有音準 或是教路吃如何有方向感一樣 雖然不是完全沒舊 但是舊的程度真的很有限 但是蒟若也要糾正大家一個觀念 就是英文好真的也沒什麼了不起的 每個人都有擅長跟不擅長的東西 因為如果你的工作用不到英文 或是你沒有外國朋友 你不用常出國 或是你對國外網站的影片 或是文章不感興趣的話 那英文好不好其實一點都不重要 事實上全世界只有不到1%的人 是屬於語言天才行的 也就是可以精通八國語言的那種人 很明顯我並不屬於這種人 第二種是屬於語言敏感型的人 大約佔了15%左右 這種類型的人對語言方面的記憶力 會比一般人好 所以只要你把基礎打好 肯努力肯花時間你就會有相當的收穫 第三種就是屬於語言不敏感型的人 佔了大約65%左右也是佔最多人的一種 這種類型的人學語言最大的問題就在於缺乏良好的動機 所以對語言方面通常不會太主動 導致課有去上 書也有在念 但就是覺得少了什麼東西的感覺 第四種就是人家講的英文白痴 如果你是屬於這種類型的 舉若講話比較直一點 不要再浪費錢給補習班了 俗話說的好 上帝關了你一扇窗 他就會打開另外一扇 所以英文不好的人一定有別人沒有的專長 舉若學英文的方法非常的簡單 而且不用花你什麼錢 第一個我覺得很實用的方法就是 用電影來學英文 我知道聽起來很籠統 但是千萬別小看一部電影 可為你帶來的教學效果 因為它可以讓你練習你的 聽力、口音、單字以及句型這四大類 舉若在這邊建議大家去租你已經看到爛掉的DVD 因為劇情你已經很熟了 內容講什麼你大概也都知道 這時候請你把中文字幕改成英文字幕 重新再看一次 把你覺得實用的單字或是劇情給記下來 然後試著去模仿他們的語調和口音 整個過程大約會花你三到四個小時 大部分的好萊塢電影 你聽到的其實都是加州腔 如果你想學英國腔的話 那就盡量去看英國演員主演的電影 但千萬別看阿諾的電影來學英文 那不然你會學到很奇怪的奧地利腔 Fuck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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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方法 主動去找老外聊天 因為面對面聊天可以讓你練 膽量 還可以練聽力 不過這個方法比較有點難度 因為第一你臉皮要夠厚就像我一樣不要臉 第二你在路上遇到的白人老外 不一定是美國人 有可能來自於你聽都沒聽過的國家 所以最好是對各國史地文化有點概念 你會比較知道 什麼能聊 什麼不能聊 但我這個人比較雞掰啦 我也是在台北 跟一個德國人聊天 聊完的時候呢 我忽然比出希特勒的手勢 然後對他說一句 Obitosin my feel 他的表情真的跟看到鬼一樣 接著下一秒他狂笑 他說他忘了他人在台灣 接著他也用希特勒的手勢 回我 跟我說再見 第三個方法 就是像我這種邊緣人才可以用的 自言自語 比如我平常自言自語的時候 真的都是用英文 一旦我遇到不會講的句型或是單字 我就會馬上查 而且我很堅持一定要有結果 甚至會當下打給我的外國朋友去求證 也因為是抱著這種主動的心態去學習 所以查到的東西 你印象會特別深刻 也比較容易記住 跟你在上課或是在看課本那種 被動的感覺是完全不一樣的 第四種方法 主動創造全英語的環境 舉例來說 你可以把手機的作業系統調成英語 你手機裡的App 包括你的Facebook 手遊 YouTube 都可以手動調語言 重點只是 你要做還是不要做 我常常聽到有人抱怨 說這款國外的手遊很好玩 只可惜都是英文所以看不懂 我真的都會吐一句 既然你覺得好玩 那動動你的手指頭去查很難嗎 記住 學到的東西都是自己的 別人拿不走 只有我以前念書的時候 手機是只能用來打電話的 所以我出門都帶一本字典在身上 現在網路那麼方便 請問你還能給自己什麼藉口呢 最後要告訴大家 學英文不一定要花錢 但是一定要花時間 跟各位共勉之 這次的課程就上到這邊了 我是橘弱 謝謝收看 想了解更多沒有用的英文嗎 歡迎各位可以訂閱我的頻道哦 橘弱的英文教室 我們下次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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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錄 好